欢迎收看《心系家国2.0》 我们节目一直以来和大家介绍了很多 今个学年《心系家国》系列的活动 Crystal、Sophia,你们今年又参加了 哪一个活动去认识中华文化呢? 我们今年参加了《混游中国名声估计》这个活动 透过AR虚拟食景的工具 加上同学的创意 将中国名声估计 介绍给我们身边的人认识 不听也好像挺好玩的 你们又解释了什么学习技能呢? 很多的,例如用布宜法去写邮记 还有用水墨去画画 当然不少学会编程去建构AR立体世界 那现在我们就一起看看你们的学习成果 这次活动有45间学校 总共有180名学生参加 班奖礼开始之前 同学还要向嘉宾介绍他们的作品 比赛前有最受欢迎设计奖 幽儿奖以及判纳桂军多的奖行 以鼓励同学的努力 我们相信这个活动不单止加深了各位同学对于 祖国明星古迹的认识也提升了大家对于中华文化的认知和自豪感 很高兴见到各位同学能够发挥创意并且用征扎的VR技术和细緻的场景营造 生动地展现了祖国大地上令人向往的魅力胜地 并且从中体会到中华文明远远流长的智慧结晶 得到最受欢迎设计奖的学校 一共有五个获奖的单位 接着来我们会颁发优异奖 优异奖一共有七间学校获奖 获得贵军的是沙基湾官立小学 得到亚军的是圣公会圣米加力小学 冠军的是游马地天主教小学 究竟获奖的队伍又是怎样跳舞而出的呢 我们马上听听评判点评 我看到有一些队伍 在演示方面也放了很多心思 例如他们想起一个故事 去介绍他们的展品 除了在技术层面 我觉得刚才听大家的演示 同学的演示 都觉得同学现在自信心非常好 这次比赛是要将3D 就是三维立体空间 将虚如实景 多媒体 包括声音 影像 感觉 是要结合出来才达到效果的 也要将这些应用在学习上 将学习变成乐趣 赢了那些 其实它包含了这些元素 很荣幸可以得到贵军这个奖汉 这个奖汉都是我们五位学生 加上两位老师一起齐心得到的 通过今次比赛 我发现祖国还有很多名声古迹 随着这几年 我们中国的科技越来越发达 就算我们去不到那些地方 我们也可以通过科技去继续探索 希望以后有机会 我们可以去那里继续参观 我们都觉得很惊喜 因为其他学校的作品都很优秀 而且我们之前一直都设计了 而且努力了很久 所以拿到这个奖 我们觉得很有成功感 从这个比赛 我们学习到用不同学科的知识 古代和现代的知识 去结合在一起 用不同的软件 去将苏州园林介绍给大家 如果我们有这个机会 可以去苏州园林的话 我们都很期待可以亲身体验 听到之前我的奖 都没有我们的份 那我就很紧张 然后当讲冠军的时候 第一次我听不清楚 第二次我听清楚的时候 发现是我们的一队 那我就很开心 因为之前努力了这么久 终于有成果了 我每次上课都会学习 原来这个解难 是编程这个元素是很重要 我也都学习合作性 是在每一个比赛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 还有我都会知道 中国名声古迹是很伟大的 要问问你们了 如果有机会的话 你们想去哪里亲身游览呢 我会想去万里长城 因为它历史悠久 而且我想体验一下 它到底有多长 Crystal呢 我想去北京故宫博物馆 因为可以看到一些 不同的华丽古代服装、文物等 我对 fashion很有兴趣 我大过想做一个 fashion designer 希望你们可以梦想成真 可以亲身去到当地 感受一下中华文化的博大精心 我们下集见 再见